第八百四十集 环冲考虑到前秦人威势强盛 想遗失固守长江以南 奏请从江陵一阵上鸣 让官军将军刘波束手将领 资议参军杨亮束手将下 王韵坚持辞让徐州刺史的职务 谢安说,你处在皇后父亲的地位上 身份尊贵,不应该妄自菲薄损害一时的恩育 王韵于是接受任命 当初,中书郎吃钞自认为他的父亲吃的职位待遇 应该在谢安之上 然而谢安入朝掌握了重要的权力 吃却在一些闲散的职位上悠闲无事 所以吃钞心中愤恨不已,抑郁难解 他的话语中也常常反映出愤怒抑郁的心情 因此他与谢氏产生了隔阂 这时,前秦经常侵扰朝廷 朝廷为此深感担忧 夏达诏书在文武良将中寻求可以镇守 数位北方领土的人 谢安鉴举他哥哥的儿子谢玄应照 吃钞听说以后 感叹地说 谢安贤明才能够违背凡俗 建举他的亲戚 谢玄的才能足以不辜负谢安的建举 众人全都认为并非如此 世朝说 我曾经跟谢玄同在环温的幕府共事 见他施展才能 虽然是屡积间的小事 也从来不失职 所以我了解他 谢玄招募敏捷勇猛之人 得到了蓬城的刘劳之一些人 他任命刘劳之为参军 刘劳之经常统领精锐部队作为前锋出战 战无不胜 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北府军 敌人都很害怕他们 十二日 护军将军散其尝试 王彪之去世 当初谢安想要增建宫室 王彪之说 朝廷刚刚忠心之时 把东府作为宫廷 当时的东府很简陋 苏郡之乱 成帝住在御史台 官吏办公的地方 几乎连寒风 酷暑也不能抵挡 所以才又营造了新宫 与汉卫时代相比 还算简陋 但与刚刚渡过长江时相比 就算是奢侈了 如今敌寇正是强大难挡的时候 怎么能大兴土木 侵扰百姓呢 谢安说 公事简陋 后人会说 住在这里的人无能 王彪之说 承担天下重任的人 应当把保全国家安定百姓 正是显赫 作为首要任务 怎么能把修建公事 当作一件大事呢 谢安想要改变 王彪之的想法 但是 王彪之的想法 始终保持不变 所以王彪之在世期间 什么公事 也没有营件 十二月 林海太守 吃钞去世 当初 吃钞与环氏 结为同党 因为父亲吃 忠诚于王氏 所以没让父亲知道 等到他病重以后 拿出一箱子的书信 交给门下的弟子 说 父亲年纪大了 我死了以后 如果父亲悲痛惋惜 妨碍了起居饮食的话 可以把这个箱子 呈现给他 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就把箱子烧掉 吃钞死后 吃悲痛惋惜 结果生了病 弟子把箱子 承送给他 里面全是吃钞与环温 商议密谋的 往返信件 施勃然大怒 说 这小子死得已经晚了 于是就不再为他 悲痛流泪了 三年 雾身 公元378年 春节二月十七日 开始建造新宫 孝武帝 移居到快姬王的宫地 前秦王福坚派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驻军事 守尚书令 长岳公扶批 五位将军苟长和尚书慕容 率领七万步骑兵 进返襄阳 让荆州刺史杨阳 率领班州 邓州的兵重作为前锋 征禄将军使平人十月 率领一万精锐骑兵 出鲁阳关 经兆尹慕容锤 杨威将军摇场 率领五万兵重出南乡 领军将军苟池 右将军毛当 强弩将军王显 率领四万兵重出武当 会合攻打襄阳 夏季四月 前秦的军队抵达棉水北边 梁州刺史朱旭认为 前秦的军队没有舟船 所以就未做任何防备 等到十月率领五千骑兵 顺流渡过汉水 朱旭惊慌失措 惶恐不安 固守忠诚 十月攻克了他的外城 缴获了一百多艘船只 用来接送其余的兵重 长月公扶批 统领重将领 攻打中城 朱旭的母亲韩氏 听说前秦的军队将要到达 于是亲自登上城墙 查看是否坚固 行至西北角 认为这里不够坚固 于是就率领女仆 及城里的一百多位成年女子 在城墙里面 又携着修筑了一道城墙 等到前秦的军队来到以后 西北角的城墙果然被攻破 兵重们都转移到新城墙上防守 襄阳人称这段城墙为夫人墙 顽冲在上明 拥有七万多兵重 由于害怕强大的前秦 所以不敢进军 扶批想要急攻襄阳 狗长说 我们的兵重是敌人的石碑 储备的粮食堆积如山 只要逐渐把汗水 棉水一带的百姓 迁徙到许昌洛阳 阻塞他们转运的通道 断绝他们的援军 他们就如同坠入罗网的鸟 还怕抓不到他们吗 何必要牺牲过多的将士 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而急切地求去成功呢 扶批听从了他的意见 慕容锤攻下了南阳 抓获太守正宜 与扶批在襄阳会合 秋季七月 新宫建成 二十五日 孝武帝进入新宫居住 前秦衍州刺士彭超 请求攻打在彭城的 佩郡太守戴 而且说 远在派遣大将 攻打淮河南边各城 以便与征南大将军 扶批 形成围棋结征的局势 只要东西并进 那么 丹阳就是不堪一击 前秦王扶尖听从了他的意见 让他都督东讨驻军事 前秦后将军巨难 右近将军毛胜 洛阳刺士少保 率领七万步骑兵 进攻淮阳须夷 彭超是彭越的弟弟 少保是少强的堂弟 八月 彭超攻打彭城 东晋召令右将军毛虎生 率领五万兵重 镇守孤暑 来抵御前秦的军队 前秦梁州刺史 尾中在西城包围了卫兴太守 吉义 九月 前秦王扶尖与群臣饮酒 让秘书见朱戎当酒镇官 让人们喝到了烂醉如泥的程度 秘书侍郎赵整 编了一首九德之歌 说 地上有酒泉 天上垂着酒池 渡康酒的美妙 帝女一笛先知 咒丧失殷商之邦 结清赋下朝之国 由此言之 前人的威王就是后人的法则 福建听后十分高兴 命令赵整写出了 以作为饮酒的境界 从此再宴请群臣时 只是礼节性地喝一点酒而已 前秦梁州刺史梁西 派前使者进入西域 悬扬前秦的威士道德 冬季十月 大晚进现汉血宝马 前秦王福建说 我曾经羡慕汉文帝的为人 是用千里马干什么呢 于是就命令群臣做指马之师 送还汉血宝马 阿西人赵宝在梁州起兵 自称为晋朝西蛮校尉 八郡太守 前秦玉州刺史 北海公扶虫 镇守洛阳图谋反叛 前秦王福建说 掌使吕光为人忠诚正派 一定不会跟他同流合污的 于是命令吕光 拘捕了福冲 用囚车把他送到长安 福建赦免了他 让他以公爵的身份回家 福冲是福洛的哥哥 十二月 前秦玉士忠诚李柔 晋上弹河奏章说 长岳公福匹等人 拥兵十万 围攻小城 每天耗费万金 但久久围困 却不见功效 请求将他召回 送交廷尉 加以追究 前秦王福建说 福匹等人 大量耗费物资和军队 却不见成效 确实应该被贬择斩杀 只是军队出征已久 不能无功而返 特别地宽恕他们一次 让他们成就战功 将功折罪 福建派皇门侍郎 伟华持福洁 严厉地责备福匹等人 并赐给福匹一把剑 说 明年春天还不能取胜的话 你就可以自杀了 不要再厚着脸皮来见我 周在前秦 秘密地给环冲写信 报告前秦的密谋计策 后又逃奔到汉中 被前秦人抓获后 受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